好了 你说吧 感恩大子弹没有关系 感恩大子弹没有关系 哎 您好 感恩同学把子弹号买到给我 我家有两个植物人 09年 二姐的婆婆 飞车断成本植物人 然后10年大姐公 突发老人选 有些类成本植物人 然后父亲紧跟着的 作风了 偏瘫了现在 哎呦 师傅 帮帮看看 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然后我已经75年了 就退了 你是家里的主人吗 我是家里人最小的 不是 你家里的房子的主人 不是我 是我父亲 你父亲说什么的 我父亲是在年初遥的 像这种情况 我也会教你们 如果家里接二连三发生事情 你们首先想到的是 家里房子的风水出问题了 有零星情局了 你们听得懂吧 台长在教你们的 对了 我三年他们三个是空的 我之前他们跟我妈妈说了 把他卖掉他们都 看见了吗 房子 如果有零星金牌 我告诉你 家里一家子都出事情 明白吗 我帮你看看啊 你们家主人是出什么的 我爸爸是出羊的 四三年的 四三年属羊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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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你们家的门进去 右手的地方 右手的地方 听得懂吗 这个地方 有 不知道是厨房也是卫生间 是 以前是 好了 坏就坏在以前 现在你们不做了 但是那些污水管都在那里 现在那个地方 你应该听得到 半夜里面有声响的 对 听见过墙壁上 房子上 有没有声响 因为我在家的时间很少 就是除了过春节 我告诉你 住在家一个人 一定听得到 就是这块地方 现在有 两个零星 你想想看 你们家怎么会不出事呢 我母亲已经不出事了 她很聪明 她很聪明 你知道吗 一个就是一个老太太 是你妈妈 但是我看 你妈妈走的时候 年纪不大 我妈妈 六十 五十六岁走了 看见吗 还有 厉害没有 五十六岁 所以我看到这个零星 我还没说呢 就是样子看上去 不是很老 而且很爱干净的一个中年妇女 而且非常能干 我可以看到她 什么都能做 是的 我们家全做 我们家全做 明白了吗 明白 可以想一想啊 好好的 来 我告诉你 给妈妈多多超度吧 明白吗 但是你妈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你们家里很多人对她不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知道 还有人欺负她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你妈妈经常不讲话 心里约着气啊 哎 这麻烦了 好了 现在帮你找到毛病了 还有一个还要讲啊 不讲的 我满意送你 哈哈哈哈 就讲一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呢 你给她念27张小王子 给你妈妈呢 要念49张小王子 好吧 等到你念完之后 你妈妈会到你屋里来看你的 你会很开心的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